老花眼到底有什么症状 很多人都说你年纪长就知道了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在我差不多四十三四岁那个时候 我要替人针灸 以前我是戴近视眼镜的人 给做针灸的时候 突然发现到我看不清楚了 要拉得好远好远才能够帮他做针灸了 所以你的近视眼变得不近视眼就变成老花眼了 就是说你戴着眼镜的时候 你要拉得很远 但是等一会儿你把眼镜拿掉 你看得很清楚了 这就是老花眼的初期症状了 人家不是说有近视眼比较不会老花眼吗 不是这样子 近视眼加老花眼才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戴着眼镜到底要戴哪一个 你自己都分不清楚 除了这以外 就是看书看文字的时候也是一样 戴着近视眼镜的时候 本来是拿得这么远看 当你发现到哇要拿这么远才能看的时候 那你近视眼镜拿掉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你就说好像好一点了 那这就是看文字的时候会发现 但是假如说这个人没有近视眼的 那很糟糕 他就他每天要看的时候 拿那么远才能看得很痛苦 假如说他戴了老花眼镜的时候 有的时候确实近的就不好看了 所以常常会这样子戴 然后稍微这样子看远 这很痛苦的 我们要让这个肌肉给活化 它才能保持那个弹性才有那个力度 对对对 好你要让它这个活化呢 其实我就想的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训练你的这个眼睛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子拿着一个文字啊 你这样子看 看得不够清楚 但是呢可以看得到 就是花花的没关系 对你稍微拉远一点 这个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呢 你渐渐地把它给往内推移 就是训练它的那个肌肉 训练那个肌肉呢 能够向那个 自然收缩 就是怎么样的收缩呢 你看有的学那个芭蕾舞也好 学这个中国式的舞蹈也好 或者学武功的 都是说经常要把这个肌肉拉动 还有学体重的都是一样 要拉动这个肌肉 也就是随时你要拉的时候 就很容易拿起来 而不会伤到你的肌肉 那我们假如训练这个结状肌呢 其实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你拉得这么远 看得很清楚 就慢慢慢慢拉近 但是呢看得不清楚的时候 再回去一点点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地 使你的这个肌肉能够适应于它 后来呢我就想到 那假如说用这种方法可以训练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训练好 我的眼睛呢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真的训练到我的眼睛 可以在比较正常的时候 来看这个文字了 所以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的老花眼 已经开始渐渐地退去了 如果是这样训练之外 加上我们的按摩 我们眼周四周的穴位可以吗 是我们的眼睛周围有几个穴道 不管是近视眼老花眼或者其他的这些眼睛都可以的 例如说我们讲眼睛周围的穴道 眼睛周围的穴道它就跟眼睛有关 那这几个穴道呢 像是鱼腰 铜子料 橙气 金鸣跟斩竹穴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鱼腰呢就是在眉毛的正中心的上面 然后铜子料呢是在眼睛的外边的正直角的位置 然后再来下一边也是正中心的位置 这个叫做橙气穴 然后眼睛内角正中心的位置 这个叫做鸡鸣穴 另外呢在眉头上头有一个穴叫做斩竹穴 就这五个穴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用手啊 把它这个食指这样子卷曲起来 你就直接去按摩这个鱼腰 铜子料 橙气 鸡鸣以及斩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顺序的同时这样子去按摩 那经常的这样按摩呢 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我在一个节目当中呢 我突然悟到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因为你这个穴道你不一定按得准啦 为什么我们一般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他按这个穴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按不准 那我有一个办法 这一圈就这样子 可以你这边拿这个手指头的 就这样子按一圈 你看这指头每一个的关键 就这样按这一圈 这也是一样再按这一圈 这样子的话呢 这几个穴道就一直都被这样子按摩 一天大概做两次 每一次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让这个眼睛呢 他的这个不管是近视也好 老花也好 都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改善 其实台湾有那个爱眼健康潮 在小学的时候 那很多小朋友都会做嘛 怎么看远看近啊 要按摩按摩 那大了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对大家都忘记了 另外呢 还有就是像经外骑穴 就这大骨空穴 是皇帝内经里头就记载的 这个很厉害的穴位 对 它的穴道呢 就是大拇指的这个背面 的正中心 这里叫大骨空穴 那怎么按 用指甲 你就用指甲 这样轻轻地按它就行了 或者你用另外一只指头 这样子就按一圈心 但是呢 用手就直接这样按 就很轻松 而且也不会很痛 就这个地方 皇帝内经都记载的 大骨空 小骨空 小骨空在这个地方 就小拇指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外两个穴道 也是后世人发现到的 称之为明眼穴跟凤眼穴 它在哪里呢 也是在这个大拇指 同样的这一个关节上头 这个里面的就叫明眼穴 外面的这个叫做凤眼穴 你就可以直接用两只指头来按它 另外呢 也可以在中间也按上大骨空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用大拇指跟中指压按明眼跟凤眼 然后呢 在中间食指再压到这个大骨空 就这样子也可以使得眼睛明亮 包括了近视眼也好 远视或老花都行 之前有一个医师有教我 就是他说 因为我们这样按压很没力 他就用这个两只 这样 他说这样使力上 比较能够 很好 对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他就说要这样按 而且呢 一面压还可以 还要转一转 可以揉一揉 的确 这是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眼睛周围 跟我们的大拇指这样的 两边的穴位 跟中间的穴位按一按 是的 那还有 还有呢 就是我在这个耳针上面 在台湾 那个中国医药大学 以前有一位教授 那个教授姓程 叫程德信程教授 他非常有名的几个穴道 就是这个 在耳穴 叫耳针上头的 有三个穴道 对眼睛非常有帮助 不但是可以治老花眼 也可以治近视眼 甚至于色弱都可以 色弱的人呢 看的这个颜色 就有点像色盲那样子 色盲的话是根本完全分不清颜色 可是色弱呢 可以看得见 但是呢 却那个颜色分得不太清楚 它都可以帮助 除了这以外 还有很多的 只要是眼科的毛病 都用这三个穴 我先来解释一下子 什么是颈三 颈脖子这个地方呢 从上面到下面 一共有七节骨节 七节骨节呢 那算起来就有 有八对这个颈脖子的神经 这个颈脖子神经 从上面开始算起是 颈一颈二颈三颈四 一直到颈八 有八对这个神经 它都属于所谓的脊椎神经 脊椎神经呢 是跟这个脑神经啊 是两个相对的 脑神经有十二对 那脊椎神经呢 有三十一对 而这三十一对里头 有八对呢 是在这个颈脖子 而颈脖子里头的 第三个这个穴道呢 它是往上走 走到后脑的 往下走 就走到肩上 大概也最重要的 还是进入这后脑 而这后脑 整脑呢 却是视觉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集结区 我们看东西 为什么我知道 这个东西是一个人 是一个老鼠 或者是一个苹果 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分析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 那就是靠这个 整部的这个神经的 那它呢 颈三这个穴道 非常重要的 它就是进入这个 整脑 所以呢 它可以帮你分辨 刚才讲的这个结状肌啊 还有另外眼球上面 就是六条神经 这六条神经 各接到一个肌肉 而这个肌肉呢 有包括了眼睛 往上下转的 有向这个左右转的 有向斜转的 所以我们的眼睛很活的 就是可以转啊 可以上上下等等 那就是靠眼肌 这个神经跟肌肉 协调合作 除了这个眼肌以外呢 还有一个学校 视神经 视神经呢 是从视网膜 视网膜都是神经细胞 所以这神经细胞呢 它结合成为 视神经呢 进入了脑里头 这里头呢 做一次分叉 然后送出去 所以我们叫那个分叉 就叫做视神经交叉 它有一部分不交叉 有一部分交叉的 然后最后还是送到整脑去 所以呢 这样子人看东西 就可以看得见 这几个穴道呢 眼肌 颈三 以及视神经 这几个穴道 都在耳朵上面 可以找到 像这个耳朵 这个前面这个叫做耳平 后面这个叫做对耳平 对耳平上头这个地方 有一个横的 跟这个对耳轮相接的 这个平行的这一个 一条线的那里吗 对 这个地方呢 是脊椎神经 前面八对 也就是颈神经 颈神经呢 从底下往上走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点 你就把这个八个点呢 你找到第三个点的位置 这个就叫颈三穴 这很复杂 对 就差不多位置 按一按可不可以 对 你不管怎么样 你把这个颈神经的八对 你都轻轻地这样子 都压到也可以 可是呢 在我们做针灸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个针呢 直接插在这个颈三 或者是拿一个磁珠 直接贴在这个颈三 可以得到真正的一个刺激 除了这以外呢 就是在这个对耳屏这个地方呢 有三个穴道 那其中呢 跟牙齿有关 跟内鼻流有关 第三个呢 就是跟四神经有关的 四神经就相当于 我刚才讲的 从这个视网膜 接下来的这个神经 叫四神经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四神经 也可以这样子 轻轻地这压按它 就可以了 其实四神经跟那个 颈三穴很近嘛 颈三穴在这个上头 上头 那这个地方是四神经 就往下一边 是往下 那么这两个穴呢 在这里可以贴个磁珠 或者给你扎个针 你就自己就可以在这里 这样子轻轻压按了 对 重复 一起压按了 除了这以外 还有一个穴 叫做眼肌穴 在哪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里头 对耳瓶跟耳瓶相交的 这一个叫做瓶肩切肌 瓶肩切肌往里头走 往里头走呢 它有到这一个位置 在里边分成为十个等份 而这十个等份里头呢 其中有一份就是 跟眼睛的所有的肌肉 包括结壤肌 包括这个外传神经 内旋神经等等 它都包括在里头 那这个位置呢 你只要在这里掐按它就可以 但是呢 我们用针灸的话呢 就会在这一个穴道 就找到确确实实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贴一个针啊 或瓷珠啊之类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这样压按它 然后呢 这个视神经压按它 还有就是这个颈三神经 把它压按 那么经常的这样做的话呢 可以使眼睛 不管是近视啊 或者是老花呀 或者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可是在压按的时候 有一个要诀 什么要诀 这个要诀 很重要 我现在讲完了 没有讲要诀 你等于是白听了 所以我这样乱按是不行的 有一个要诀是 闭着眼睛压按 是哦 闭着眼睛压按 闭着眼睛压按 等一会儿你打开眼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眼睛突然的很光亮 所有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想介绍给观众朋友 就是帮助我们的眼睛呢 在老花上面有什么样的水果啦 或是一些食物啦 也可以来多吃的呢 这个水果哈 其实讲所有的水果 大概都有帮助 为什么水果是五颜六色的 五颜六色呢 以现在的这个医学的程度 以及化学等等的了解 只要是有颜色的 例如什么花青素啦 什么这个β胡萝卜素啊 等等这些 都有帮助都好 还有vitamin4都很好的 那我们来看 像是小番茄就是很不错的 小番茄它有 里头有这个红色的 什么切红素啊等等 它跟眼睛都有帮助 不但是对老花眼 而且对这个近视啊 什么都有帮助的啊 这个小番茄就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食物处方 除了这以外呢 小蓝莓 小蓝莓里头 哇那个花青素多得很啊 大家都说它对于视网膜啦 等等有帮助 因为视网膜上面有 两种很特殊的细胞 一个是感光的 一个是感色的 就是颜色 它分辨得清楚 靠一种细胞 那另外呢 感光 光线的强弱 是一个 那你假如说 你的感光细胞 就是不管感色的 感光的 这个细胞都很好的话 那么你看东西 就很明亮 所以这两个呢 它的颜色 对这个 就是视网膜的 这个神经都有帮助 再来呢 苹果 大家都知道 一天一颗苹果可以把医生都踢出门去 那这个苹果呢 它里头也含有许多的这种好的这种元素 其中尤其是这个苹果皮上面的各种颜色 那你看青色红色黄色都有 那它也是一样 又带着这个颜色可以帮助这个眼睛的营养 那另外呢 就是奇异果 奇异果呢 有的人不能吃 就是有的人吃了会觉得过敏 可是呢 大部分人吃奇异果都很好 那么它里面含着维他命C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营养素啊 都是对于肠味道啦 对于什么都很好的 那么这几个水果呢 我想应该可以常吃吧 是 那接下来呢 也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一个茶饮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眼睛啊 累的时候呢 也可以喝一喝 帮助我们恢复疲劳 我曾经很多次这个 我们这个话综艺的节目里头啊 讲过的叫做枸杞菊花茶 这好像就是明目很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枸杞菊花 古书里头就讲嘛 它说做成蜜丸子的话呢 长期吃就可以用无目击 那当然是最好的咯 是 所以枸杞菊花呢 大概三四朵花 然后跟花等份的枸杞 大概就十几二十颗 这样子拿着泡一泡茶 就可以了 很简单用热水冲一冲 等一会儿泡出来味道了 就可以吃了 只是要注意 这枸杞怎么样去选它而已 就是不要选到有那个加蓝色的 或者是用硫磺处理过的 用硫磺处理过的 那它就会有点酸味 假如说是用染色的话呢 那会发现到这个地头啊 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颜色是一样的了 所以要注意这个 地头应该是白白像豆吧 对 这个地头上面就是特别有个白色 那这表示说它不是染色的 然后它是新鲜的 一般也说说不要选太红的 怕是有那个 对就是怕就是用这个熏过的 不许是对于这个老花眼啊 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的药方是在治疗 专门在治疗这些老花眼的呢 有啊 古时候治这个眼睛也是蛮不错的 例如有治近视的处方叫定治丸 那治老花呢也有叫做地支丸 OK 那定治丸呢它是帮助记忆力的药物 那地支丸呢就是帮助老花的呢 那就是帮助你变得不老化 而是年轻化 那它用的是什么呢 你看用的是天东地黄 那菊花还有止疼 菊花也算一个味道 对菊花呢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眼睛几乎都跟菊花有关系 那这个天东地黄呢 一个是肺的 一个是肾的 而且呢地黄对于肾呢 就是说让你的这个先天之本呢 被护助了 因此呢就等于说是让你不老化了 好再加上一个止咳开胸格 把上面的气给打开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处方就使得人呢 不那么老了的时候呢 当然对老花眼也有帮助 所以呢过去就讲地支丸 本身就是老花眼 是 那讲到这个天东啊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天东跟麦门东啊 都是补水的 补水一是跟肾有关 第二它本身又对肺有关系 有没有见过天东 或者吃过天东 我只见过麦门东 对 天东呢你吃起来的话呢 它的味道跟人肾很像 而且是润皮跟肺 还有肾的 是 那讲到那个帝黄 我们是一般是用生帝黄 还是手帝黄 对我们一般来说 帝黄有生帝黄跟熟帝黄 我们在治疗老人的这种病的时候 多半都是用的熟帝 因为熟帝入肾 生帝入心 那颜色看起来黑黑的 也是入肾 它都是黑的 生帝也黑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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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